所以向莫里夫人不吃酒的受过五戒 为了出事给布什利王审计 挣挣回来 大概没有好的吃 绑出去看头 大家要救她 请莫里夫人帮忙 莫里夫人只有跟布什利王说 我今天要办酒席欢迎你 这个正正开寻而归 她说我要找什么人办什么菜 布什 哎呀 不得了啦 我想把它砍头啦 我平常叫你吃酒你又不肯 她今天怎么样带那个人砍头呢 赶快去问 哦 阿妹又砍头 赶快赶快释放 布什利王 莫里夫人 为了救这个厨师而起来救 你说她能有罪过吗 过去的这个莫里夫人 她是受过五戒的 有一次她的丈夫波斯尼王 战争回来之后 因为这个厨师没有煮好吃的菜给她 就生气要将这个厨师斩死 这个厨师要向这个莫里夫人求救 莫里夫人于是就向波斯尼王说 我今天要摆一个延植 酒席来欢迎你海船归来 波斯尼王说 哎呀 可惨了 这个厨师啊 我要把她处死了 波斯尼王说 这个莫里夫人就说 哎呀 快点把她救回来啦 为了这个厨师而开她的酒戒 这个莫里夫人 虽然是表面上犯戒 但是事实上她犯这个戒 并没有错的 我的意思 只是要鼓励大家受戒 不要怕戒律里面有无限的方便 所以我的意思呢 要鼓励大家要受戒 不要怕 因为呢 在受戒里面是有无限方便的法门 有个戒律 来规范自己的神性 一定是好得很多 如果我们有戒律 能够规范我们的身心的话 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加罗夫妻双双都是五戒 丈夫要出车到哪里去了 你不要怀疑 你尽管放行 她不会年华拿草 因为她受过五戒里 如果夫妻双双受过五戒的话呢 丈夫要到出差到其他地方去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她不会尖花野草 因为她受过五戒 所以受五戒里有自可提 利益很多 所以受五戒的利益是非常之多的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生活的利益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生活的律义 现在的社会啊 在我们大家的生活里面 有许多许多地方需要 这个利益来规范我们 在我们现在的现代生活里面 实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需要戒律来规范我们 像现在这个草影 这个音响啊 有人看电视啦 听收音机啦 这个喇叭啦 不顾念别人 这个是不合理解的呀 譬如呢 譬如呢 现在我们的这种 做音 你看电视啦 听收音机啦 很大的声音啦 这种呢 是不合乎这个律义的 在公共场所 不说的音卷子啊 听云吐乎的 哎呀 都能够好难受啊 这个也是违反利益啊 在公众的场所 有很多隐君子呢 他们吃烟啦 将大家呢 弄得很不舒服 这种呢 亦都是属于 犯了这个律义 随便乱停车啊 防止了交通 甚至于那个残章的位置 我们也去停 这个也是违反利益啊 停车的时候 随便停啦 要乱交通 甚至呢 人家残障的停车位置 我们也去停 这个呢 亦都是属于犯律义啊 随便造帖 帖这个广告啊 随便在池楼上面放东西 主要交通 这个都是违反 现代的生活的利益啊 随便啦 招贴广告啦 或者是在其楼底下放东西啦 这些啊 都是犯了这个律义啊 不排队 这个自己 总是往投机取巧的强行 这都是违反利益啊 不排队啦 想尽办法去这个 这个投机取口呢 这些都是犯律义啊 不守时啊 有时候迟到很久 甚至有时候遭到 人家也不方便 所以不守时 这个也是违反现代的房客啊 不守时迟到 让人等你 甚至呢 走到被人不方便 这些呢 都是属于法律义 被预邀就去找人 不跟人家电话 不施行预邀 一下就到了 那人家措手不及 这个也是违反现代生活的利益啊 没有先跟人家约定 就呢 去找人家 被人家觉得措手不及 这个呢 也是算犯律义 各位 我想都会到过下围旗吧 我也到过下围旗 有一次旅行时 对我们要去看下围旗的草群舞 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跟着去了 一个老人家 维持那个集权人的那个场所 人多了 他一根草绳一挂 不顾你哪个亡损工资 那一根草绳就是戒律 就是犯律 什么人堵在那里 不动 我就想到我们东方人啊 你不要说一根绳子 你是墙 他也把墙固去的呀 那个绳子就是利益手法 就是我们的人格 就是我们的道德 所以 有现代生活利益的人 我们就要注重这根绳子的力量 谢谢 我 或者大家有去过下围旗 我也曾经去过下围旗 有一次呢 就跟别人去看他那条草群舞 有一个人呢 把一条草绳拦住 那大家呢 就要在那里等 不管你是哪个 这个王子 公主 都不可以侵犯的 这条草绳呢 就是代表他的法律 威仪 但是呢 我就想到 如果是东方人的话呢 不管你是一条草绳 甚至你一个墙壁呢 他都会爬墙过去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了解到 在一条草绳里面 他所代表的 这个法律 是多么重要的 东方的一个小孩 在美国 喝这个可乐 后来呢 把那个罐子 随便就往直下 一丢了 一个东方的小孩子呢 在美国 喝完可口可乐之后呢 将那个汽水罐 随手就掉在街上 西方的老太太看到了 立刻上前 到小孩子 把这个罐子捡起来 不可以随便弄掉东西 有个老太太呢 看到之后呢 就说了 喂 小孩子 你把这个罐头 快点收起它 不可以乱丢 小孩子看着说 关你什么事情啊 我的自由啊 小孩子呢 就说了 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自由啊 老太太说 怎么不管我的事啊 你乱丢这个东西在这里 偶然呢 我的市区 我们这个地方的房地产 要低价啊 怎么不管我的事情 老太太呢 权利就是属于繁界